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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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饋其實這個是我們在很久之前 第一次熱身搖演員的大遊行 其實就有使用到 它是用韓國的光州 那個時候在抗議WTO的時候 同樣的道理 就是希望是面對傷痕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從行政院開始跪 不是對行政院跪 也不是對衛福不跪 我們從樂山救援區 就開始又不已跪了 是因為我們希望來面對這個土地 好好的看待這個土地的傷痕 這件事情 我們帶來這個意志 重建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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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平台 要尊嚴 要尊嚴 為福不出來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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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抗告 放棄抗告 立即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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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六部已跪呢 的苦行 隊伍呢 從新莊出發 是希望呢 告訴這個台灣的社會 告訴我們的行政機關 我們樂山尿嚴院 樂山院呢 一生的病痛 幾十年的隔離 和錯誤的行裝機場 懸止 和懸空路橋的方案 已經造成了樂山山頭上 無盡的傷痕 而傷痕的源頭 正如我們樂山保留 治救會 榮譽會長所言 就只有一句話 對麻風病的歧視和偏見 至今仍在 即使是2020年的今天 即使是我們認為台灣已經是有人權 有民主 有法治 有自由的今天 我們能帶人從樂山尿嚴院方 不甩司法裁定 強行施工 以及呢 所有這個懸空路橋的路口方案 不願意溝通 到今天 我們啊 還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說要開會 可是呢 可是呢 陳時中明天就要主持一個 衛福部的會議說要解決 樂山的路口爭議 我們覺得非常的荒謬 因為呢 這十六年來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一個官員 願意好好的面對 我們樂山院的正義 跟面對這個傷口 以尊重樂山院民的方式 來對待他們 來好好的開會跟討論 所以這種開會的姿態 這種強行施工的姿態 他顯見了我們樂山正義味覺 是來自於一種深層的歧視 將樂山院民 當成賜得公民的對待 所以呢我們今天苦行六部一貴 但是要再度的強調 我們絕對不是對行政機關 在屈心肥 我們不是在他們 就是屈服 不是用我們的貴在對他們 我們今天有貴呢 是帶著樂山阿公阿媽的心情 面對這個傷痕的經情 我們在貴的時候會對土地 膜拜的心情 呼籲我們的社會 呼籲我們的政府機關 能夠像我們這樣子 有帶著謙卑的姿態 帶著彎腰的繩肢 來重新面對 我們台灣歷史曾經做過的錯誤 而具體的作為 就是今天 只要宣布 放棄康告 通盤檢討我們 人權圓區的規劃呢 從 人本人權的角度 審視過去犯下的錯誤 平等的溝通 用大平台的方案來 恢復樂山原貌 修復歷史傷痕 就是我們今天的訴求 所以呢今天六部衣櫃 大家會非常辛苦 但是今天的辛苦 要跟大家說 每一步每一步走二十公里 到衛福部 從心中走 衛福部要二十公里 每一步都舉步為堅 而這個舉步為堅 正是行政機關 不斷刁難樂山院民的具體現象 我們會非常的累 但是我們也知道 每一步每一步 正像是院民 這幾十年來所受到的痛苦 可能還不到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帶著院民的痛苦 在這個過程中感受這個痛苦 帶著這個痛苦 告訴衛福部 今天你可以解決這個痛苦 就是放棄抗告 立即停工 讓我們的台灣文化資產 能夠保留下來 讓我們看到台灣的社會 可以邁向一個更尊重人權的那一天 所以我們準備出發 讓我們再喊最後一支口號 重建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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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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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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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請我們的鼓手跟起手開始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